各位高價值的GentlemanX早安 歡迎收看近日的高價值早餐目的 就是打造出一個最有魅力 最聰明最高價值的你 過去的我們都認為要有自信 才能做執行的動作 但深入進入教育訓練的領域後 看了上百個學員後 我發現人生多數的事 是執行後得到好的結果後 才會漸漸的有執行 今日的高價值早餐 我要給你一個很簡單的執行策略 只要你接下來的30天願意執行 30天結束後 我保證你的自信會大大的提升 這個執行策略呢 就四個字 說到做到 為了不錯過任何一份高價值早餐 請按個YouTube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你習慣用FB 請按個搶先看 不搶先看也不按小鈴鐺的男人 就不用按讚也不用訂閱了 我要的是真正想要自我提升的男人 再次如果你想要大大提升你的自信 以及男人魅力 可以來參加我們的GX高價值實體講座 有許多男人會養成說到不做到的習慣 給對方的承諾 卻因為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不信守承諾 長期用這種模式做事的男人 不但會建立一個不好的名聲 更糟糕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信守承諾會消磨自信 到最後連你自己都無法信任自己了 而當連你自己都無法信任自己了 憑什麼對方信任你呢 說到不做到會導致你不尊重自己所說出來的話 例如你明明答應自己要早起閱讀 鬧鐘響了 你立刻就按睡眠 Snooze 繼續做白日夢 或是你明明說這一週一定要跑健身房 但因為這週的天氣冷 所以明日又復明日的 哦 不小心一個禮拜又過了 你明明跟朋友說今晚要打球 但因為今天工作不順利 因此在家打手槍還比較實在 事實如此總共有兩種原因導致你說到不做到 第一個原因是品格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紀律的缺乏 我們來好好討論這兩個問題 並且提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 品格的問題 在我20歲創業的那一年 餐廳需要廚具 因此聯絡了好幾個不同的廠商後 我們原本跟其中一個廠商的老闆 有個handshake deal 縮了一個價錢 但當天真正要做transaction時 老闆卻返回原本的deal 提出的是另一個更貴的價錢要我買單 我當下與廚具的老闆說 如果你要為這幾千塊失去好幾十萬的生意 你不會是我想要合作的夥伴 轉頭就走人 如果朋友要開餐廳 我也不可能會推薦這個說話不算話的廚具廠商 不但會傷害到我的朋友同時 也會破壞我自己的名聲 品格缺陷所造成的說話不算話 通常都跟錢脫離不了關係 借錢就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喔 大衛 我給你保證 我一定會還你錢 Yeah OK bro 有真正借過錢的朋友都知道 少數的會還 沒還就會搞消失 You can kiss that friend goodbye because he ain't never never coming back 當然 這種說話不算話的男人剛開始給承諾時 當下的他確實有計劃要信守承諾 但隨著時間的流動 以利益為中心的差會開始有掙扎 這掙扎來自於利益 以忠誠的衝突 在這時候就必須要做選擇了 究竟忠誠還是利益哪個比較重要呢 品格有問題的人永遠永遠都會選擇利益 我在這邊勸勸各位 不要當一個以利益為中心的男人 而是一個以忠誠為中心的男人 就如同Harvey Spector 所說的 Loyalty is everything You come to me You tell me You tell me everything That's what goddamn loyalty is 一個說話不算話的男人 一個不忠誠的男人 什麼都不是 錢呢 再賺就有了 但名聲一旦臭了 再多錢都洗不清 當然我相信大多數的Gentlemen X 高價值男人並沒有品格方面的缺陷 而是第二種問題 那就是紀律的缺乏 紀律方面的問題往往來自於 定下不確實際的目標所造成的後果 想想你說你每天要閱讀20頁 但問題是你連把書拿起來 讀一頁都有問題的 更何況是20頁呢 果真隔天晚上該拿起書閱讀時 你對著自己說 上了一天班感覺好累哦 那乾脆明天再開始就好啦 或是另一種情境 你明明知道最近忙都不行 但當朋友或同事約你出去吃飯時 為了客氣禮貌你答應了對方 隔天果然連吃個便當的時間都沒有 在下午5點你才跟對方取消 你認為會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呢 你認為會創出什麼樣的名聲呢 以上所提到的種種的狀況 探討的不是紀律缺乏導致無法實現承諾的不忠誠 而是因為紀律的缺乏導致給出不實際 無法達成的承諾 沒錯 一個人要堅持承諾達成目標 必須要有紀律 但人們常常忽略的是 甚至在承諾給出去之前 你也必須相當有紀律 想要有紀律 請守住這兩大原則 那就是第一 與對方或自己做承諾前 必須要確保一定有辦法做到 千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你寧願跟對方說 我明天工作好嗎 我會花全力提早完成 如果有完成的話 我一定到 也不要隨便答應對方 第二 如果給對方或自己承諾了 無論如何 都一定要守住這個承諾完成目標 當你願意守住這兩大原則時 你說到做到的可能性 就會大大的提升 而要成功的練出紀律 要先從小事做起 以上的閱讀的比喻來說 我剛開始可以 不要對自己承諾20頁 我可以對自己承諾 一天閱讀3頁就好 在第二個月呢 再慢慢提升業量 以健身的比喻來說 我可以剛開始不要設定 我每天都要跑健身房 這種不實際的目標 我可以先承諾自己 一個禮拜跑一次就好 那說到健身呢 我拿一個我自己所體驗過的經歷 來顯示 從小事的說到做到 會如何影響你生活品質 在我大學的時候呢 我想要變壯 我不想要再有任何白人 用那種種族歧視的眼光 說我只是一個瘦瘦小瘦的亞洲人 為了要打破這個刻板印象呢 我與我的朋友Luke下了一個承諾 說我們一週一定要跑健身房3次 果真像一個真男人 我們說到做到 即使健身房11點關門 已經10點10分了 我與Luke還是會趕到健身房 健身30分鐘也好 也算說到做到 我並沒有用一個完美主義的心態 完成這個目標 因為我心裡很清楚 魯澤才會一堆藉口 贏家沒有那麼多543的 那段時間的我呢 不但變帥變壯氣色好 人緣好之外 我的成績在一個4.0的Scale當中 拿了3.8的GPA 破了我原本任何學期的紀錄 之前我的平均都是3.1而已 換到23歲的那一年 這一次我在台灣與另一個朋友約好 我們要一個禮拜跑3次健身房 因為我想要抓回大學的那種感覺 但忙翻的我根本就無法一個禮拜跑3次 我設定一個根本無法達成的目標 我不但欺騙了自己 同時也欺騙了我朋友 因為在那一個月 每當約健身房的時間到了 我總有一堆的藉口 為什麼不能去 那段時間的我呢 狀況特別糟糕 有煙影上班無法專心 創業該做的事不停的拖延 說到不做到 已經不知不覺成為我的習慣了 進而統治了我的生活 現在的我呢 當然學到教訓了 如果說到一定做到 答應老婆要帶她出去玩 我一定做到 答應我的員工的福利 我一定會給她 答應我自己要閱讀 即使是一夜都好 我也會做到 答應各位 我要做高價值早餐 一定會使盡紅黃之力煮出來給你們吃 有的時候呢 雖然影片不是很完美 甚至還可以再更好 但有做總比沒有做好 先求有再求好 一切都要從小事做起 所以各位記住 守住這兩大原則 那就是 第一 給對方或自己的承諾 必須要有能夠做到的把握 千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第二呢 如果給對方或自己承諾了 無論如何 都一定要守住這個承諾 完成目標 身為男人 Your word is everything 你所給的承諾代表一切 從今天開始成為一位 說到做到的男人 得到其他男人的尊重 以及女人的喜愛 OK 那一天的開始之前呢 我喜歡帶著各位回到當下 所以接下來的10秒 專注在自己的呼吸 以及你周邊的環境 不要擔心未來 也不要後悔過去 單純單純的 專注在當下 請閉上你的眼睛 準備好了嗎 開始 專注在當下 專注在自己的呼吸 聽週邊的環境 周邊的環境 聽週邊的環境 拆聽自己的呼吸 聽自己的呼吸 不要後悔過去 你不要担心未来 就专注在当下 感受如何 感受应该很棒吧 当你感受到庞大的压力 时花10秒的时间回到当下 各位高价值男人 如果你喜欢这一份高价值早餐 看完请在以下按赞加留言 我是GX 我会说到做到 我是GX 我会说到做到 记得每个工作天的早上6点 都会有一份高价值早餐 等着你帮助你成为一位 又聪明又有魅力的高价值男人 各位Gentlemen X 今天上班加油了 Go and beat somebody